6月21日,张亮宜与男友冯珂现身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,张亮宜被粉丝拦住所要签名。 冯珂在一旁托预行李,别人虽着情侣中却没有一起行动。 张亮宜先不安解,冯珂则在半小时后才不安解。 张亮宜穿着黑色T恤破洞牛角裤低调现身。 冯珂则在旁边休息区休息,也穿着黑色字母T恤与女友保持低调情侣装扮。 有新闻披露,创举期间冯珂极力支持张亮宜,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做席背后的男人。 不仅为张亮宜自处拉票给粉丝,还一手策划她的新闻曝光。 两人其实已经秘密结婚。